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突然就觉得很没意思 想放弃了 给许星和收拾房间的时候 好兄弟雇员突然给我打了电话 自从和许星和确定关系之后 我每天都会到他家里来给他收拾房间 喜欢他六年 终于得偿所愿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把他娶回家了 我筹备了好几天的求婚 今晚就可以完美收工了 雇员的嗓门一向很大 这一次他却刻意放低了声音 陆宇 别怪哥们没提醒你啊 沈轴回来了 正在叠被子的 我当场有些愣住了 看了看客厅动猫的许星和 也可以降低了音调问道 他不是说定居美国了吗 怎么突然回来了 好像是因为他奶奶住院了 应该处理完事情 过段时间就会回去吧 听到这里我松了一口气 随即问道 什么收了事 昨天的机票道的 还约了大家过几天一起吃饭呢 我突然想起昨天晚上许星和说临时有事 把本来约好的晚饭割掉了 心里一阵忐忑 不过你也别担心 沈轴这些年都谈了好几个女朋友了 应该早就对许星和没意思了 希望如此 我陆宇这辈子没怕过几个人 其中就有一个沈轴 他是许星和的前男友 更是他喜欢了整整十年的百月光 大学的时候 我和沈轴原本还算朋友 经常一起约着打篮球 后来通过沈轴认识了许星和 沈轴介绍说 许星和是邻居家的妹妹 其实单看外表 许星和绝不是我见过最漂亮的 她最好看的 莫过于那一双感觉时刻 都含着水光的信眼 举手投足之间又有些青涩可爱 我当时特意问过沈轴 可不可以追许星和 她还特别热心肠地帮我撮合来着 结果追了快半年吧 眼看就要追上了 她两官宣在一起了 这件事情对我伤害还是很大的 自从他们恋爱之后 我也没再跟沈轴一起玩了 他这是做得不仗义 我也不想看到他们爱的样子 直到毕业的时候 沈轴因为父母的原因要出国 而且大概率以后就不回来了 所以跟许星和提了分手 许星和天天以泪洗面 借酒消愁 是我一次次地把她从酒吧里捞出来 带着她做运动去旅游散心 她才慢慢地开朗起来 开始重拾对生活的热情 那双眼睛也才开始重新露出光来 自那以后 我能感觉到许星和也开始对我跟别人不一样了 挂掉雇员的电话之后 我透过卧室的门缝往外看去 许星和正用逗猫棒逗小猫 窗外的夕阳洒在他们身上 漂亮得好像一幅油画 我很喜欢这样观察它 光是这么看着 就让我觉得很幸福 这只小猫通体白色 是一个月前 我和许星和在医院门口捡到的流浪猫 那时 许星和突发急性懒尾炎 是我大半夜赶到她家 当时她已经疼得完全没办法给我开门 我强行破门而入 把她送到了医院 之后再不眠不休地照顾了她一个星期 出院的时候 外面下着小雨 小猫的腿受伤了 我们一起把她送到了宠物医院 治好了之后就收养了她 我记得许星和醒来 看到我因为破门而受伤的手臂的时候 眼里流露出来的心疼 也记得我因为觉得 小猫和许星和很像 给她取名为星星的时候 许星和耳边瞬间泛起的红韵 那天我乘胜追击 再次提出许星和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能照顾你的身份 她的笑脸 她的耳垂 她微微点头的害羞模样 我激动地当场抱住她 转了好几个圈 兴奋地想要昭告天下 自那以后 她就把家里的钥匙给了我一份 而我家的钥匙早就给过许星和了 她想来的话 随时都可以 门外许星和的笑声 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出来 她将星星抱在怀里挽起了手机 一只手顺着星星的后背 从上往下抚摸 我甚至能听到 星星发出舒服的呼噜声 许星和似乎在跟别人聊天 对面的人不知道说了什么 逗得她笑声连连 露出脸颊上浅浅的梨窝 我在脑海里构思着跟她求婚的场景 她喜欢荔枝玫瑰 我已经从云南空运了一大批过来 她喜欢海边 我准备在那个她最喜欢的海边餐厅布置 她喜欢热闹 我已经提前跟她的好朋友们说过了 到时候我在单膝下跪 把那个她喜欢了很久的戒指送给她 她一定会很开心的 想到那个场景 想到她惊喜的表情 我情不自禁地弯了嘴角 但我很快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沉浸在想象的美好里 往后退的时候弄翻了垃圾桶 里面的塑料袋掉了出来 因为没有寄紧的缘故 黑色的包纹裙就那么摆在了我的面前 许星河是一个很害羞的女生 恋爱一个月 我们连接吻都很少 她怎么会有这种大尺度的裙子 我心生疑惑地蹲下来 将塑料袋打开 除了那条裙子 还有一个用纸巾包着的 空气中瞬间涌出令人遐想无限的气味 我清晰地记得 这是我昨天下午刚新换的垃圾袋 所以是昨晚 还是今天早上 我浑身冰冷 血液好像不在我身体里流动了 脑海中想起刚刚顾员说的话 沈轴是昨天的机票到的 几乎是一瞬间 我脑子里浮现出了完整的时间链 一切早已经明了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许星河走进来 对我下了逐客令 脸上还是笑阴阴的 天呐 鹿鱼 你收拾得好整齐呀 你简直是全天下最棒的男朋友了 收拾完了吗 收拾完了的话 要不今天就先回去吧 我晚点还有事情 哦对了 最近都不用过来帮我收拾了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 一时间连呼吸都好像不会了 其实我也不是非许星河不可 半年前我告白又被拒绝之后 心灰意冷地听从了父亲的话去相亲 但是就在那天晚上 许星河第一次打开了我家的门 喝得烂醉的她抱紧了我 你为什么不能等等我呢 我会忘记她的 我一定会忘记她的 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 陆宇你别离开我滚烫的眼泪 几乎要将我的脖梗烫伤 我的心一咎一咎的 从此再也没有动过别的念头 那之后我们的关系突飞猛进 再到上个月 她答应与我在一起 我以为我多年夙愿 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 却没想到沈轴回来了 陆宇一声熟悉的声音 把我拉回了现实 是沈轴 她手里拿着钥匙 看我的眼神里面带着挑衅和洞察一切的了然 唯独没有愧疚 许兴和看到沈轴 几乎是下意识地就与我拉开的距离 你来了 她没有要同我解释的意思 还是沈轴开口道 昨晚到的比较晚 手机也没电了 这座城市里 我只能记住兴和的号码 所以在这里将就了一晚上 陆宇你不会误会吧 今天碰巧发现 兴和的家里我奶奶的医院很近 为了方便照顾奶奶 所以经过协商 我这几天就暂住在这里了 你别多想 我睡客房 许兴和没有看我 她没有撒谎骗我 亦没有任何说辞 她只是看着沈轴温柔地笑着 那笑刺痛了我的眼睛 我不想继续留在这里 我很想质问些什么 但是那一瞬间 我发现自己张了张嘴 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在我打开门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沈轴突然又发话了 陆宇 把这只猫也带走吧 我对猫猫过敏 我转过去看着许兴和 期待着她说些什么 但是她什么都没有说 她满心满眼 都只有沈轴 我低下头抱起 在我脚边撒娇的星星 准备赶紧离开 许兴和终于对我说了 自沈轴来了的第一句话 陆宇 把猫粮也带走吧 见到我疑惑的眼神 她解释道 我本来也不想养她的 一只流浪猫而已 你带回去养吧 我深吸一口气 感觉到心脏丝丝的疼痛 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 强压着心中的酸涩 我走进去把星星的猫粮 冻猫棒和一些日常用品 都收拾到袋子里 抱着星星走了 等电梯的时候 我摸到口袋里硬邦邦的东西 是许兴和家的钥匙 想到刚刚沈轴手里拿的钥匙 我自嘲地笑了笑 又走了回去 如今这个局面 我留着这个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谁料门没有关好 我听到了里面传来嬉笑的声音 你什么时候对猫猫过敏的 我怎么不知道 昨晚不是还跟星星玩得很好吗 快 让我看看 有没有起红疹子 带回去医院看看 我骗她的 我就是不想你家里还有她的痕迹 然后传来了许兴和称怪的笑声 我像是自虐般 靠在门外听完了一切 他们之间的氛围 容不下第三个人 就连我把钥匙放到门边的柜子上 都没有人发现 我住的地方离许兴和家并不远 因为那是我专门为了离她近点 特意租的房子 洗完澡之后 我就跟房东退了房 刚好这个月也快到期了 我坐在地上 这些年的点点滴滴 在我脑海里像电影一样放映着 我还记得 那时候许兴和总来看我们打球 所以我们常常四个人一起吃饭 许兴和会在每次点完菜之后 特意叮嘱工作人员 不要芹菜 不要洋葱多放香菜 谢谢 那时候我还在追许兴和 而不吃洋葱和芹菜 爱吃香菜的只有沈轴一人 一时间饭桌上有些尴尬 沈轴还特意解释到 我们两个家离得近 他小时候经常来我家吃饭 总是多一些了解的 陆宇你别误会啊 我没说话 还是雇员在饭后找到我 我不信你看不出来 许兴和喜欢沈轴 他看沈轴的眼神 和你看他的 一模一样 我不是傻子 追他的时候 约着吃了好几顿饭 我知道他喜欢吃海鲜 最喜欢吃鱼 喜欢吃辣 不喜欢一切酸甜口味的菜 不喜欢喝牛奶 可是他连我不爱吃香菜 都毫无察觉 甚至因为沈轴爱吃香菜 他会让厨房多放一些香菜 想到此处 我深深地往外吐出一口浊气 起身去了楼下的酒吧 我已经很久没喝酒了 烈酒一杯杯地下肚 就在几天前 许兴和跟我一起见朋友的时候 面对朋友的调侃 他自然而然地牵起了我的手 那一刻我有多开心 现在我就有多难过 他到底把我当成了他的什么 心头苦闷 我往嘴里灌酒 灌得更凶了 然后好像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以为是许兴和 眼里都是重影看不清人 我抱着他 声音不禁带上了哽咽 许兴和 沈轴他给了你什么东西 我也能给你吗 我陪在你身边这么多年 我爱你护你照顾你 你明明已经答应和我在一起了呀 你亲口说的呀 为什么他一回来 你就这样对我 那我呢 许兴和 那我算什么 然后我就陷入了彻底的昏迷 再次醒来的时候 眼前映入的是陌生的天花板 和窗外射入的阳光 我发了好一会呆 才反映过来 这里不是我的房间 昨晚的人是许兴和吗 大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家里破产 母亲又因病去世 一切好像都在一瞬间发生 我无法掌控 只能被迫接受 我难过地泡进了酒吧 试图用酒精麻痹自己 我记得那时候 我也是像昨晚那样抱着一个人哭 我想留住的 为什么最终我都留不住 我是不是该认命 昏睡过去之前 我记得他拉着我的手坚定地告诉我 别认命 陆宇 再次醒来的时候 是许兴和在旁边照顾我 看着他熟睡的面孔 我的心里感动得一塌糊涂 后来收到一次打款 有零有整的 备注也是这几个字 陆宇 别认命 他怕伤害我的自尊心 还特意匿名发给我的 他真的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如果一开始 只是觉得他好看 喜欢他 那么那次之后 就是真的爱上他了 我没认命 父亲也没有认命 所以家里又慢慢地好起来了 而我也等到了沈轴出国 也是因为这个 我总觉得自己还有机会 直到今天 我还一直沉浸在 多年夙愿成真的美好幻想里 却没想到 无论是大学还是现在 只要沈轴一出现 我从来都没有机会 宿醉让我的胃难受得紧 我挣扎着起身 打开卧室门 看到厨房有一个倩影 不是许星河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熟练地将锅中的粥盛出来 然后放在冰水里放凉 许师察觉到我的目光 他转头 看见我微微一笑 你醒了 我给你煮了醒酒汤和粥 先喝一点醒酒汤吧 我的大脑空前待机了好一阵 你是谁 我们隔着厨房的门 两两相望着 他眼里那一瞬间涌出来的悲伤 让我没有来的觉得愧疚 但是很快他就调整好了状态 端着醒酒汤走过来 瑜伽 鹿瑜 我是瑜伽 我被他推着坐在桌前 思绪这才回到自己的脑海 瑜伽 大学时候一个班的同学 还一起参加过比赛 不过毕业之后 就没再见过他了 我急急忙忙地道歉 抱歉 我记得你的 大学同学 我只是喝多了 脑子不太好使 说完这话 又想起昨晚自己抱着人家哭好的样子 有些丢人 抱歉 昨晚 真的很对不起 瑜伽笑了笑 没事 你喝多了总是这样的 总 我疑惑地抬起头看着他 他却没有要跟我解释的意思 瑜伽转身去了厨房 我打开手机 是雇员发给我的一张截图 许兴和新发的朋友圈 他在车上拍了一张为沈轴吃东西的照片 没有文案 又令人无限遐想 许兴和有洁癖 从来不让我在车上吃东西 恋爱之后 有一次我赶着上班没吃早饭 随意带了一个饭团就去接他 没想到他开门闻到味道之后 就立刻关门打车走了 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在车上吃过东西 恋爱一个月 我无数次想要他在朋友圈官宣我 哪怕只是一个背影 一只手 一个礼物的暗示 他全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了 感情里最怕的就是 不能和你做的事情 转头就和别人很快就做到了 我点进许兴和的朋友圈 才发现我看不到这条朋友圈 我被屏蔽了 下意识地点开了他的聊天框 我久久地停留在上面 想问些什么 却最终什么也没能问出口 在于家家喝完粥 想起家里还有心情需要照顾 我站起身告别 没想到于家却拿上车钥匙 你现在的状态不太好 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我沉默地坐在于家的副驾驶上 他突然随意地开口问我 你跟许兴和分手了 我下意识摇了摇头 又点了点头 虽然没有正式说分手 但看现在的情况 我应该是被甩了 我清楚地看到了他惊讶之后 忍不住弯起的嘴角 他不适合你 我压抑他会说出这样的话 但是已经到家了 我便没有再问 要上来喝杯茶吗 他没有推托 我们一起上楼 打开门的那一下 一团白色的东西飞奔过来 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接 却没想到 他跑到了旁边人的怀里 于家和兴奋的星星抱作一团 星星使劲地蹭着于家 尾巴摇得飞快 小白 你怎么在这里 我 小白 坐在沙发上 我们才搞明白 于家的猫咪 前段时间走丢了 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他本来已经不抱希望了 没想到是被我捡回来了 这世上竟然有这要巧合的事情 我想把小白还给他 他却说 我这几天要搬家 带着小白也不太方便 先放在你这里吧 我想了想 应该过几天房租才结束 到时候搬家也来得及 便没有拒绝 接下来几天 于家总是到我家来看小白 他每次来都会拧很多东西来 把我的冰箱塞得满满当当的 但是我发现 里面没有香菜 你为什么没买香菜 你不是不吃吗 你怎么知道 我不吃香菜 他笑了笑 没回答 他像是没有工作一样 整天赖在我家 这天父亲照常给我打电话 希望我去相亲 挂了电话之后 于家盯了我好久 欲言又止了好几次 最后才扭扭捏捏地说道 陆宇 你能不能不去相亲啊 他望向我的时候 眼里灼灼的目光 我在迟钝 也明白他对我有意思了 我们对视了很久 我心跳如骨 率先一开目光 迅速抱起小白 我 我先去给小白洗澡 他似乎有点失落 给小白洗澡是很快的 他并不害怕洗澡 他害怕的是吹毛 等我抱着小白出来 于家已经笑眯眯地 拿着吹风机准备好了 小白今天格外活泼 上蹿下跳 甩了我一身水 为了抓住他 我们也跟着一起在整个房间到处跑 我和于家一起朝着小白的地方扑去 小白没扑到 我却因为惯性把于家扑倒在沙发上 小白在旁边骄傲地舔着手爪 留下我和于家尴尬得不知所措 门外突然传来门禁卡解锁的声音 你们在干什么 是许星河的声音 我和于家迅速分开 看上去似乎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 许星河的脸色很难看 他在生气 我有些莫名其妙 他有什么好生气的 你来干嘛 我语气不善 许星河有一瞬间的失神 我从未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过话 他盯着我好一会才开口 我给你发消息 你怎么没回 我掏出手机 四个小时前 他确实给我发了消息 我没看到 有什么事吗 四个小时没回消息 换别人可能也没啥 可是我以前是绝对不可能这么久不回他的 许星河没理会我的问话 反而自顾自地解释起来 我和沈轴没有什么的 陆宇 只是他为了更方便照顾家人 才赞助在我那里 之前跟你解释过的 你别误会好不好 然后他顿了顿 才又开口道 陆宇 我都想清楚了 你能不能别这样 别哪样 别随随便便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我跟沈轴真的没什么 我觉得有些好笑 一字一句道 可你们上床了不是吗 他脸色一瞬间煞白 不是 陆宇 昨天是他喝多了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昨天 我说的可不是昨天 许星河的脸色更白了 瑜伽站起身 将小白抱在怀里 许小姐 我记得我早就告诉过你 最好紧紧抓住这个男人 吵架都不要过夜的那种 否则我一定会趁人之危的 许星河抬起眼看着瑜伽 好似才认出来那般生气道 是你 这么多年 你还没死心 这么多年 许小姐不也一直没对沈轴死心吗 不过我可不像你 一边望不了白月光 一边又吊着一个人 许小姐今日上门 恐怕是因为 沈轴要回美国了吧 怎么 她刚回来的时候 没跟你说她要回去吗 还是没跟你说 她在美国 已经跟别人订婚了呀 许星河愣在当场 短暂的愣神之后 指着小白 你得意什么 陆宇没告诉你吧 你现在抱着的这只小猫叫星星 是陆宇根据我的名字取的 陆宇心里爱着的人 始终是我 瑜伽翻了的白眼 将小白放在地上 小白专心舔毛 小白 小白转头 跑向瑜伽 许星河健壮转过头来 眼泪连连地看着我 陆宇 你连星星的名字都改了 那双我曾经最喜欢的眼睛里 泪水一滴一滴地砸在地上 她一向知道怎么拿捏我 换作从前 我肯定早就心疼地走上前去安慰她了 但是现在我的内心却出奇地平静 甚至还有点不耐烦 许星河 小白本来就是瑜伽的猫 只是被我捡到了 她的名字就不叫星星 而且你已经不要她了 还有 且不论我和瑜伽什么关系都没有 就算我和她在一起了 也跟你无关吧 怎么 徐小姐难道是在跟别人睡了之后 还要厚颜无耻地说 我们没有分手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今天就把话说清楚吧 我们分手 许星河 她眼里的泪水骤然停止 好 分手就分手 陆宇 你最好别回来 跪着求我复合 转身离开 我却叫住了她 一时间在场的两个女孩子 都紧张地看着我 我却只是一字一句地说道 把钥匙留下 许星河的眼神 一下子黯淡了下去 等到她离开 我转过头盯着瑜伽 解释解释 她慌张地夺门而出 明天再跟你解释吧 我组织组织语言 看着她慌乱出逃的模样 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只觉得心情大好 自己都没留意到 我开始因为她的一举一动 而牵动情绪了 晚上雇员给我打电话 带来了一个消息 沈轴要走了 陆瑜 你不会接着回去 继续追许星河吧 我有些好笑的 跟她再三保证不会 她还是有些不信 还说要给我介绍对象 我没同意 如果要再找对象的话 我想我的心里 也已经有人选了 第二天 我刚吃完晚饭 瑜伽就敲开了我的房门 她坐在沙发上 脸颊红得好像烧起来了一样 眼睛却还是亮亮地看着我 直到把我也看得脸红起来 她才开始慢慢解释道 是的没错 陆瑜 我大学就开始喜欢你了 我知道她对我有意思 但是听到她说 从大学开始 我还是惊了一下 她继续道 我那会经常去看你打篮球 可你每次都看她 我又看她沈轴 然后见细细地戳沈轴的胳膊 笑得一脸你都懂的样子 然后把我手里的水 递给沈轴 我有吗 好像有吧 那会好多来看 打篮球的女孩子 我以为都是来看沈轴的呢 我承认沈轴是有几分姿色 但是我不喜欢她那副拽拽的样子 我就喜欢你这样乖乖的 其实当时不只是我 好多人都是冲你去的 你真的不知道 是吗 瑜伽的眼神开始悲伤起来 陆瑜 你喜欢一个人的眼神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但我从来没有在那个眼神里住过 我知道 只有许星河是能带给你幸福 所以我一直默默地在身后 毕业之后 我就去美国深造 我希望自己可以忘记你 但是没有用 研究生三年 我没有一刻 不再想念你 瑜伽站起来走近我 我紧张地后退 却被身后的茶几拦住去路 她眼神里的爱意 快要将我淹没 陆瑜 我喜欢你很久 很久 很久了 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吗 人生中第一次被人如此直求地追爱 我愣在原地 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看着她凑得越来越近的脸 我鬼使神拆地靠近她 她好像对我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打断了暧昧的气氛 许星河的电话 开口的却是一个陌生人 请问是陆宇先生吗 这位女士在酒吧喝醉了 你是她的紧急联系人 能不能麻烦你过来一趟 我下意识抬头看向瑜伽 她露出一个让我安心的笑容 去吧 一个女生在酒吧喝多了 总归是不安全的 我握住她的手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她眼里瞬间迸发出欣喜的光芒 狠狠地点了点头 我和瑜伽赶到酒吧 许星河看到我一下子站了起来 又在看到跟在我身后的瑜伽之后 颓然地坐了回去 她清明的样子压根没有喝醉 我皱了皱眉 明白她活同别人欺骗了我 你骗我 我只是想见见你 陆宇 我能和你单独聊几句吗 许星河看向瑜伽 瑜伽点点头 松开了我的手 她整个人看上去很疲惫 不负之前的光鲜亮丽 那模样倒像急了三年前 沈轴刚离开时候的样子 陆宇 对不起 我打断了她的话 确实应该对不起 许星河 这是出轨 她的眼泪又毫无防备地砸了下来 陆宇 我爱你 我叹了口气 你现在这样 是因为沈轴要回美国了吗 还是因为你知道 沈轴在美国已经有未婚妻了呢 不是的陆宇 不是因为这些 我只是自以为放不下沈轴 我困在过往里无法出来 但是直到再次见到她 我才明白 我早已经不爱她了 我已经在相处中爱上你了 她哭得不能自疑 说话也开始断断续续 陆宇 我爱上你了呀 你能不能别离开我 我接到了酒店的电话 朋友也都告诉我了 你准备跟我求婚 我去看了现场 陆宇 你明明那么喜欢我的呀 你怎么会这么快就喜欢别人呢 陆宇 我们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好不好 你按照计划跟我求婚 我嫁给你 我们幸福得过一辈子 好不好 我保证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 我坐在另一边 声音波澜不惊 可是许星河 你知道吗 即使你现在坐在我面前落泪 我也没有任何感觉了 甚至觉得有些烦躁 许星河抬起头来看着我 震惊让她忘记了哭泣 我却还继续说道 我不知道我是在哪一刻彻底死心的 或许是那天给你收拾房间 看到用过的内衣和避孕套 又或许是在门外听着你和沈轴的打情骂俏 再或许是有洁癖的你在车上 为沈轴吃东西官宣他 又或许是装装件件事情合在一起 这三年或者说六年 许星河 我一直都知道我们之间的不平等 我早就明白的 你骗我说的话 你把我当备胎 我都明白的 我只是不愿意相信自己信错了人 许星河 我已经不爱你了 说完我不再管许星河苍白的面孔 起身走了 等我跟许星河解决完事情出来 只看到醉醺醺的瑜伽 我背着他回家 把他放在床上 他泪眼朦胧地扒开了我的手 你还爱他 那是一个肯定句 我不必回答 瑜伽 你喝多了 如果我现在跟你说话 你明天会记得吗 他拍了拍我的手 摇了摇头 模样可爱极了 我笑笑 我说不出口 我已经完全不爱他了 六年的喜欢 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忘记的 我也很想像小说里 电视里那样 几年的喜欢转身 就可以喜欢上另一个人 我承认我现在确实对你有好感 但是要我立刻踏入一段爱情 坦白来说 我有点害怕 你是不是想嘲笑我 一个大男人 有什么好怕的 我也怕受伤的 瑜伽 我也会害怕 你突然出现 然后说你喜欢我很久了 我诚惶诚恐 我不知所措 如果我现在立马跟你在一起 确实可以报复许星河 也许也会开心吧 但是我做不到 那是对你的不负责 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很了解对方 你喜欢的 也许只是你幻想中的我 大学的时候 我们接触的也不多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会喜欢我 我害怕谈恋爱之后 你再跟我说 我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然后把我甩掉 如果你不愿意等我 也没关系的 瑜伽 我认命了 大概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错过也许是对我 识人不清的惩罚吧 就算不是我 你也要幸福 瑜伽突然重手抓住了我 嘴里喃喃着 陆瑜 别认命 熟悉感让我愣在原地 疑心自己听错了 我低下头靠近瑜伽 你说什么 瑜伽 你再说一遍 这次我清晰地听到了他的话 陆瑜 别认命 命运算不到 我会等你这么多年 一瞬间犹如雷劈 我激动的手都在发抖 是他 大学的时候 把我从酒吧里揪出来的是他 给我打钱的也是他 都是他 全都是他 可他为什么什么都不说 我激动地站起来 给许星河打电话确认 他接到我的电话 很是兴奋 陆瑜 你想跟我说什么 你还是爱我的 对不对 我打断了他的话 火急火燎地开口道 大三暑假 我醉到毫无意识 第二天在医院醒来 为什么你会在我旁边 那边传来他了然的笑声 他告诉你了 见我没说话 他继续说道 那天我只是碰巧路过 他急着去考试 就让我在那帮忙看着你调平而已 那我感激你的时候 你为什么一点也不解释 听着他在听筒对面支支吾吾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看着熟睡中的瑜伽 我说不出我的心里是什么感受 既感动又心疼 第二天他醒来之后 再也没有提过要在一起的话 我们就像普通朋友那样相处着 雇员跟我打电话说许星河的消息 他去美国找到了沈轴的未婚妻 将一切都坦白了 对方一气之下取消了婚约 沈轴失去了留在美国的资本 最重要的是 沈轴父亲的公司 因为未婚妻家里的彻职 变得岌岌可危 沈轴因为这件事情 和许星河大吵了一架 听说还因此被拘留了 我笑了笑 以后许星河和沈轴的事情 都不要再跟我说了 半年之后 我跟瑜伽告白了 这半年的时间 我越来越了解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也更加确定了 自己对他的喜欢 我单膝下跪 手里拿着一束杜鹃花 不仅仅是因为瑜伽喜欢他 还因为杜鹃花的花语是 我永远属于你 番外 瑜伽喜欢上鹿鱼 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大学的时候 第一次见到他 他穿着白衬衫 笑容很干净 无端地让我想起了 夏日的冰气水 后来我们一起参加比赛 他扎实的专业知识 让我为之惊叹 更不用提他 还会打篮球 还乐于助人 总是帮大家出谋划策 是我们团队的主心骨 我去看他打篮球 他却以为我喜欢的是沈轴 想来也是好笑 他难道看不到自己的闪光点吗 后来我终于鼓足了勇气 要去跟他告白的时候 却被告知他喜欢许星河 我难过了很久 难过的不是他喜欢了别人 而是因为许星河 是和我完全不同的人 我没办法变成许星河 我尝试着不去想他 可是我的目光 总是不由自主地落在他身上 越关注他 就越能看见他身上的闪光点 他帮助被欺负的小孩 给老奶奶推车 捡地上的垃圾 后来看到他进了酒吧 我不放心 也跟着尾随了进去 里面人很多 我找了半天才找到他 没想到他一下子就抱住了我 我听着他的话 心疼地跟着他一起哭 第二天早上 我在窗口看见了许星河 冲下去喊住了他 骗他说 我急着去考试 让他上去帮忙 看着陆语书页 是的 我骗了他 陆语在梦中 喊了许星河的名字 我想 如果他醒来 看到的是许星河 应该比看到我更开心吧 我站在车来车往的街道 想到 刚刚对许星河放得狠话 泪水沾湿了我的衣服领子 后来为了让他振作起来 我总是隔一阵 给他打一点钱 我说 陆语 别任命 可没想到 率先任命的人是我自己 我受不了自己如此卑微 在他身后爱着他 我以为只要见不到就好了 于是我出国了 但是那三年真的好难熬啊 他变成了我的精神支柱 我在美国见到过沈轴 得知他已经跟许星河分手了 我一直努力说服自己 陆语现在过得很幸福 只有这样 我才能忍住不去看他 直到三年后 学业结束我回国 没想到又见到了他 是命运把他带来我面前的吧 我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 想像个老同学一样 上前去打招呼 没想到他已经喝多了 把我当成了许星河 原来他过得一点也不好 我好像得自己找到了 去接近他的理由 许星河给不了他幸福 能给他幸福的 只有我瑜伽一人 于是后来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 其实那天我喝多了 他说的话我都记得 我太了解他了 我知道他不会现在 跟我在一起的 他没有完全放下许星河 不过如果那么快 就能放下的话 其实反而才需要担心吧 其实无论多久 我都会等他 六年都等过来了 还怕再等一会吗 索性他没有让我等太久 他跪下来 希望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声势浩大 能看出来他做了很多准备 现场布置得很精致 很温馨 其实就算他在我拉屎地 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在一起 我也会说我愿意的 我愿意的 我等这一刻 等了很多年了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